哈囉大家好 我是肉肉 今天來盤點一下直面會裡面 簡稱肉眼的肉肉之眼 發現了27個有趣的小地方 一次來分享給大家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開始吧 如果覺得我們頻道的影片不錯的話 歡迎訂閱我們開啟小鈴鐺 或是加入肉部會員成為肉園來支持肉肉 如果覺得廢話太多也可以使用影片的超級感謝來支持我們唷 第一個 墨冠形狀統一 有點像是書寫帶 又有點像是外帶的果汁包 又或是能量果冬 in the nature包裝 在二代的時候只有若葉的墨手冠跟其他人不一樣 但這次三代目前的情報還不知道是否有不同 二 瀏海形狀飄中 大家應該都已經有發現三代多了超多的髮型 真的是很可愛又很有趣 那有沒有發現他們的瀏海其實會飄來飄去呢 在這種小地方的細節都有注意到 真不愧是任天堂 第三 回復人形前像SP忍者裝 這次三代出現了一個SP的忍者 全身包裹著墨水紙肉出野精的部分 可以跳來跳去 然而這個淺墨回復到人形之前 沒想到樣貌跟開啟SP的狀態的時候一樣 這真是太有趣了 第四點 章魚及魷魚的人形樣貌多了眼睛 如同前一點在二代的時候 不論是魷魚還是章魚的淺墨 變回人形的時候在臉部是沒有任何東西的 但這次又露出眼睛就像忍者SP一樣 第五 魷魚登頂需要蓄力時間 這次新登場的動作魷魚登頂能夠讓你在牆面上一舉衝出來 然而從畫面上及魷魚機密研究所中 也可以證實確實是需要蓄力時間才能發動這項技能 第六 觸犯樂園變成觸犯海洋世界了 這次鮭魚跑大量更新 然而蠻頹地區的鮭魚太過殘暴了 所以牠們竟然會逆流回到魷魚的生活地區 在畫面中也可以看到原本的觸犯樂園變成了海洋樂園了 相信其他地區也會有這種逆流海洋化的場景 第七 坐頭巾超市的光線竟然變暗了 在直面會的更新地圖中 不知道是我自己的錯覺還是怎麼樣 我怎麼就覺得坐頭巾超市看起來是不是變得比較暗了 是不是過了一代超市也老舊了點了呢 第八點 透過日後更新上興地區的地圖 對於只有接觸過二代的我 完全不清楚一代發生了什麼事 不少支友都有跟我說上興地區是指一代的部分 這次三代更新其中一張大橋地圖 在一代時尚未建立完成 在三代的時候就順利完工了 然而日後更新的左邊這張圖也是一代的地圖 第九 挖水刀蓄力的縱展 這個部分應該可以分成原地斬跟向前踏步斬兩種 向前踏步斬似乎可以無視於墨水碾角的影響 十一 行路的購入與行路等級 這次三代多了不只是智無鬼的功能 還包含了一些特殊動作名牌等等 這些都可以在龍宮城發行的行路裡面獲得 但在支面會中看到一個行路等級這一欄 看來日後的購買可能也會有等級的需求喔 十二 在商店購買相同的衣服 有提升稀有度跟交換主技能兩種選擇 在二代的時候遇到相同的衣服 店家會問你是否要直接交換 這次在三代可以選擇是要交換主技能 或是直接提升衣服的稀有度 十三 海膽軍交換技能需要花費更多的碎片 這次三代能夠直接更換主技能真的是太讚啦 可以保留住自己喜歡的時尚要嘛 又可以選擇自己想要的技能 這種自由的更換度真不愧是動身團隊才想得到的細節啦 不過相對的需要的碎片也變得很多 看來要矛起來打工了才行啊 十四 海膽軍新增技能裝備稀有度升級 這次的裝備新增了稀有度這個東西 最多五星等級 透過升級稀有度可以增加裝備的孔位 抵達上線三個孔位後會增加獲得的經驗值 感覺碎片可以刷得更快囉 十五 增格魚虎模式的平衡機制 這次一樣有保留魚虎模式 然後二代實在是太多一波流啦 三代這次多了終祭典 必須先送到終祭典重新破魚 如果先繞去終點會發現終點的山還沒有彈出來 這實在是一大福音啦 畢竟我們玩遊戲就是希望可以多玩一下 又有得玩啦 十六 鯊魚衝刺SP 這次新裝SP鯊魚衝刺 發現它的長度其實是固定的 但是可以再任意點停下來爆炸 這等於是一個推進或是繞背的過程中 無疑是一個高速定時炸彈啊 十七 彈跳聲納SP 起初我對這個SP是沒什麼感覺的 感覺好像又不太行 但仔細觀察發現 彈跳聲納的範圍出乎意料大 針對埋伏的引游對手應該是非常有效 等於就是一個超大範圍的索敵異品啊 十八 新的服飾品牌 在商店中意外發現這次也有新品牌的露出 不知道是否也有額外的新技能碎片呢 就目前來看是有動作強化及附影響 減少這兩個 十九 真格模式領先方會有領先的標示在跳動 在二代的時候是顯示答應聘請 但其實我都不知道這表示的是什麼樣的狀態 在這次三代超過對手分數的時候 就會有超前的標示在盛方這邊 二十 魚虎模式 拿魚的人武器會標示成魚炮 二代持魚的玩家在上方的標示是不會顯示的 這次在三代會將武器及SP標示成魚虎 這樣馬上就知道對方哪一把武器現在不在場上 對於防守策略上也會變得更好思考了 二十一 蛤蜊模式的平衡 二代的時候擠滿一顆大球需要十顆蛤蜊 然而在場上一區生成的蛤蜊樹是四顆 等於你要吃兩區再加兩顆 時間相對頗長 這次三代將蛤蜊樹改成八顆就有擠前一顆大球 在上方的武器左下角會顯示目前有的蛤蜊樹 這真的是超級方便耶 馬上就可以知道要飛誰 二十二 隊友有幾顆蛤蜊會有圖案提示 在場上似乎有小標示會顯示附近隊友身上有幾顆蛤蜊 還有箭頭的方向性 二十三 魚虎跟牆塔的路線走過以後就會變成黑色的 在上方的目標推進表上 魚虎模式跟牆塔模式都有路線 在任一方經過了之後原本有的顏色線段都會變成黑色的 二十四 戰地鬥士的SP 新卡牌小遊戲戰地鬥士的SP 使用的方式好像要依照左下角的技量才可以發動 二十五 似乎可以偷用鐵球魚的器材來運送鮭魚卵 在打工模式裡的星怪鐵球魚 它本身使用的器材 不知道是不是可以解決它以後拿來運送鮭魚卵 感覺真的是超級方便的耶 二十六 新的打工竟然有水果喔 在直面會的消息中意外發現竟然有水果插在海上 其中看到的有芒果 蘋果 還有奇異果 二十七 死掉以後會有慎重的叉叉 在任何對戰模式倒掉以後都會有非常明顯的死亡動畫 看來可以讓你在場上很快速的 及時的確認對方及友方的狀態 好的 以上就是我們這次肉眼觀察到的小地方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注意到呢 如果你有發現其他更有趣的地方 非常歡迎留言告訴我們一起討論斯普拉頓3 帶給我們的驚喜吧 欸 奇怪明天還不是9月9號嗎 好的 感謝大家的收看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記得給我們一個讚唷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